層次設計 沿途這裡 我們大概第一件事情你要考慮的就是說 它大概它的一個坐標系統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坐標系統你要更清楚一點 那個橫的方向當然是x軸 重的方向是y軸 我們這邊跟數學上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你的y軸方向是往下 往下為正 然後它沒有負的 那最左上角它是00 所以它的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說考慮 那你如果是要在它的這個 這張圖的中心點當成圓心 你要畫一個圓 它的公式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那公式其實呢 假設因為我們這個是方的 這個是正方形的圖 所以你的那個圓心的s坐標跟y坐標都是一樣 都是叫c 都是c 然後你s坐標的值 減掉c的平方 加上y 坐標減掉c的平方 它的平方格呢 會是它的半徑 半徑的平方 所以它的半徑怎麼算 那半徑當然很清楚啦 這個當然因為我們四方的圖 所以當然就是 我的長度寬度的剛好就是一半 除以二 除以二 它有可能是整數 也可能是浮點數 呃 為了小心起劍 所以我們盡量在算的時候 你就把它用浮點數去算 不然的話 你用整數去算 還會有那個 那個 捨去的問題 那你如果圓 那個圓找到了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在這個圓裡面的 那我們就讓它有顏色 圓外面呢 那我們就讓它變成 比方說是黑色 那最後呢 你再把黑色的部分呢 再把它做透明處理 這我們一般來講 只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加上前面 我們的護補色作用 那你先做護補色 然後再去 做外面呢 你再去做處理 那我們先看 程式部分大概怎麼處理 程式部分大概應該是這樣處理 好 那我們這裡一樣 是把它做成一個 函式 做成函式 那我們這裡跟前面比較不一樣 我們會去先檢查 你這個圖的 寬度高度是不是一樣 如果寬度高度不一樣 我們就不用做啦 我們就直接告訴你 這個圖不是方的 對不對 那我後面下面的事情 通通不用做 我就直接 Return回 組成式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一項有去摳 那我們這個下面部分 還沒有完成 那我們這邊 組成是 我們給的是那個 長方形那個 恐龍的圖 那我們執行一遍 編譯執行一下 揮接好了 不補色圖好了 非方圖 所以他就怎樣 不會處理 好 所以 第三個 韓式是 根本只有 跳 到哪裡 只有跳 到這邊 跳出去了 跳回去了 所以他下面的 都不會處理 所以在 組成式的地方 你當然要去換 我們 給你 要範例 的 正方形那個圖 所以他的檔名 是 TIFANY511 1 好 好 所以這裡 開始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找 C值 還有 R值 對不對 C值 就是你中心點的坐標 C 所以在這邊 假設這一關過了 代表你 W跟H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 就去算C C值是怎麼樣 C值是不是你 長度的一半 或 寬度的一半 因為他是方的 所以我們就用 W 除以 2.0 除以2.0 除以2.0 這個知道 形態轉換 強制轉換 除以2 他會無條件捨去 他不一定是整數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數字 半徑 半徑 是不是也是C 對啊 也是C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兩個 重要資訊都有了 好 接下來 我們在 雙圍圈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處理 他只要在圓裡面 我們再給他著色 圓外面我們就給他怎麼樣 黑色 所以我們在圓圈外面 我們就先把黑色 先給他設好 好 這邊我們一樣 是 每個 每個像素呢 我去取他的 顏色 RGB的值 我都取 取到了 51行 RGB的值都取到了 好 然後 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去判斷 他的 所以這邊你就 就開始了 好 S-C 所以 X-C 加上 Y-C 所以 Y-C 是不是 小於等於 R的平方 R的平方就是打 R 乘 R 如果是呢 我就給他 佐顏色 如果不是 我就給他 佐黑色 所以這邊 我要把下面這個 這個是有佐色的嘛 佐色的地方 好 這邊 把他 貼進來 那如果他是在圓的外面呢 我就給他 佐黑色 所以我們這裡 就不用P2 了嘛 我們這邊 就要給他 佐黑色 所以這個黑色 P2的地方 你就換成 Black 佐黑色 好 那最後呢 是不是這樣就好了 當然沒有好啊 我們這邊先 先讓大家看一下 比方說是 Black 外面是Black的 我們先 一步一步來嘛 我們 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那個樣子 如果 不對的話再改 好了 圓圖好了 我們看圓圖有沒有 圓圖 所以我們資源檔這邊 我們加入 現有資源 所以我們那個名字叫做 Disk底線Black 這個 看看有沒有 看看他長什麼樣子 欸 已經有樣子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好我們要回到 我們的城市的部分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把黑色做 透明處理 所以我們這邊 要做 透明處理 透明處理的 他的 方法 是 M開頭 就一個 就是他了 沒有別人了 直接點 然後 什麼顏色 要透明處理 黑色 黑色透明處理 然後我們給他 另外一個檔 另外一個檔名 因為前面只是讓 原外面變黑 我們現在要給他 變透明處理 現在透明處理 所以這個Black去掉 這個去掉 這個去掉 那我們再 自行一次 會接好了 不補色圖 圖好了 圓圖好了 圓圖這個 會產生兩張圖啊 好 我們再來看 支援檔 加入 現有項目 現有項目是 是第四個這個 對不對 第四個這個 打開 他外面真的是透明的 外面 他外面真的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這個就完成了 這個就完成了 完成了